重启国会会议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混合式国会特别委员会 新盟代表尼可敏证实 已经接获通知书 后天和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 以及上议院主席丹西里莱士雅丁 开会商讨细节 他强调 新盟立场坚定 必须在8月1号前赴会 而且必须辩论紧急状态法案 和经济振兴配套 现在目前实行的我认为是不合法 因为它是没有进过国会的 所以这些什么罚单 一千增加到一万 把人家购买 我觉得是非法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国会 这个是先把第五零三条文规定 第二 政府花了号称 花了5300亿 这个所谓的什么经济振兴配套等等 可是我们调查 他只用了840 那么这剩的五十四天多亿 前去要拿 尼克敏今早在选区出席后两火箭厨房 免费5000活动后指出 西明的立场都是谨守国家元首 苏丹阿杜拉陛下的预旨 国会必须商讨这两大议程 针对政府向各个选区拨款30万令吉 实物栏计划 尼克敏承诺会善用款项支持小商家 带动地方经济 解决人民的燃眉之急 蒙古人BA 惯有使用 建议